第146集 一起淋雨 莫小鱼对山里不熟悉 但是顾依依啊 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对这里熟悉得很 带着莫小鱼绕过了几个山坡 莫小鱼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而且此时啊 山里开始起了雾气 莫小鱼看过很多古代的电视剧 经常说 这西南蛮夷之地 瘴气横行 不由得有点害怕 依依啊 这可是雾气吗 莫小鱼问道 对啊 我们这里天气很怪的 时晴时雨 给 带上斗笠吧 一会儿可能要下雨了 顾依依将一顶斗笠 递给了莫小鱼的 但是莫小鱼接过来就后悔了 因为她看到顾依依手里没有多余的斗笠了 很显然 这是她带出来的唯一一顶斗笠 那自己是个男人 怎么能让女孩子淋鱼呢 依依啊 算了算了 还是你带着吧 啊 我没事 不怕淋 莫小鱼说着就要递过去 顾依依笑面如花说道 阿哥 你是我们家的贵客 你要是灵坏了 我姐姐该说我了 再说了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这山里 早就习惯了 莫小鱼看着顾依依的身材 和她姐姐差不多 而且还不到17岁 就长得和顾可可差不多高了 那她姐姐是学舞蹈的 不知道顾依依会不会跳舞啊 穿着极西的苗家粗布裤子 一节洁白的小腿 落露在外面 脚上是一双 有点破旧的绣花鞋 上衣也是苗家人 自己制造的粗布花衣服 一头青丝 粗略的挽起来 看着就赏心悦目 三十年前啊 刚刚打开国门时 我们抛弃了传统的纯棉布料 喜欢上了化纤的的确凉 但是短短三十年过去了 国人又开始重新回头 寻找失去的童年记忆 就像是顾依依身上的 粗布衣料 依依啊 我们这是去哪啊 莫小鱼看着周围的 大山不由地问道 啊 这周边都是我们寨子的人 常来的地方 所以蘑菇都被采光了 所以呢 我们要走得远一点 阿哥 你累了吗 要不我们歇一会儿 顾依依很体贴的问道 莫小鱼还真是有点撑不住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块竹林边的石头 坐下了 因为石头不够大 所以两人挨得很近 开始实际上 莫小鱼还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看到顾依依天真烂漫的样子 自己内心那点龌龊的想法 也就释然了 顾依依扭过头 眨巴着眼睛调皮的问道 阿哥 你和我姐姐好了很长时间吗 啊 跟你姐啊 对啊 你看不出我姐姐很喜欢你吗 对于莫小鱼的回答 顾依依心里有数了 这也印证了她的猜测 我知道 但是怎么说呢 唉 我们之间呢 只是朋友关系 这次到这儿来呢 也是因为想要帮她 让你父母在家里放心 莫小鱼不想隐瞒 因为有些事啊 越是模棱两可 可能会越糟糕 哦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呢 顾依依若有所思地说道 什么意思啊 哦 没什么 顾依依笑道 但是从顾依依的表情看 她一定知道什么 但是却没有告诉莫小鱼 莫小鱼也没有多问 对了 我姐姐说 你要帮我们家里修房子 是真的吗 顾依依问道 啊 这事还没有跟你父亲说呢 我不想让你姐姐担心家里 再说了 你姐姐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你也看出来了 她很想让大家知道 她在外面过得很好 所以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嘛 还说不喜欢我姐姐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用得着这么帮她吗 顾依依娇笑道 这个 我也说不出来是为什么 可能 可能因为我是个好人吧 莫小鱼自嘲道 好人 呵呵呵 阿哥 好人有的时候 可不一定会有好报哦 顾依依神秘的笑道 啊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莫小鱼问道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 顾依依居然伸手 拉起莫小鱼的手 丝毫没有男女之间的避讳 被少女的手牵着 顾依依在前 莫小鱼在后 两人一路前行 顾依依身上不知名的香味 迎面袭来 让莫小鱼很是受用 这个味道应该是来自 山里的花草 不可能是城里人用的香水 因为那种香水味道 都是经过提纯的 带着一股化学的味道 可是呢 顾依依身上的味道 清心淡然 沁人心脾 可是此时啊 却飘起了雨滴 开始时只是灵星的几点 他们俩也没在意 但是说来时很快 顷刻间 天地间就成了 雨珠穿成的珠帘 莫小鱼自己戴上了斗笠 但是呢 怕孤依依淋到 于是将她搂在胸前 自己比她高一些 身体前倾 斗笠提前遮住了雨滴 让顾依依少淋了不少雨 可是一顶斗笠 又能够遮多少雨呢 不一会儿 两个人还是淋湿了 此时啊 湿布衣服湿答答的 裹在顾依依的身上 玲珑线条显露无遗 而莫小鱼的手 就还在她的腰身上 两个人在山路上艰难的前行 渐渐的 从远处看 莫小鱼身上开始 升腾起一股热气 因为她此时 简直是浴火分身 虽然知道自己 不可以这么想 但是身体却出卖了 她的灵魂 一种奇异的香味 蔓延开来 虽然顾依依依走在前面 迎面而来的是风 可还是闻到了一丝味道 转身看了一眼 莫小鱼不由得心神一荡 而且莫小鱼一只手 还还着自己的仙腰 让她更加难以支持 此时 一声响雷 把莫小鱼震醒了 她更是想起了 姬圣洁的话 自己千万不能这么做 要不然顾可可 会杀了自己的 所以摘下斗笠 给顾依依戴上 自己则是淋在鱼里 瞬间就清醒了 顾依依呢 也是如此 不知道自己刚刚在想什么 但是一丝迷茫过后 脸上的红韵 却是有增无减 还从没有过 男人和自己如此亲近呢 而且这个人 还是姐姐的男人 这样她感觉到一丝羞愧 一想到姐姐顾可可 她的眼神里满是内疚 到了 就是那里 顾依依指着一处山凹 说道 这是什么地方 莫小鱼又问道 但是此时 顾依依已经走到了前面 莫小鱼只好跟着 走了不多远 看到山凹处有一个山洞 但是却被一道柴门锁着 顾依依拿出钥匙开了门 两人一起躲进了山洞里 没有雨淋 顿时感觉舒服了不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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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